有些地方会有它不同的方式 有些生活会有它存在的地方 Someplace Someway 在家时光 在嘉义县沿海的布袋镇 主要经济作物以容易业为主 而来自布袋镇的木子 却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生活 我是木子来自嘉义县的布袋镇 平常就是在家里卖鸡蛋糕 其余时间有经营一个陶品牌 但最想要的是开一个陶艺就是 一碗干面加蛋 一碗干面加蛋 两支辣油 对 你很了解 包饭碗里面谢谢 你们自己做的辣油很好吃 木子的一项 从米达到十块钱 都有它的人命 老板走啊 早 我今天想跟你买一箱细沙 好 好 谢谢 营业时间还没到前 木子的爸爸已经帮他 把摆摊的设备定位好 我当时说前一份专案工作不做的时候 我就说我想要回来卖鸡蛋糕 他们就觉得 你是在开玩笑吧 为什么不继续做 就是会觉得当时也蛮稳定的 虽然家人口头上不支持他回乡工作创业 但行动支持得他做想做的事情 在厨房准备 今天要卖鸡蛋糕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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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创业我觉得比较焦虑的是 金流的问题 就因为有不稳定性 然后在乡下开鸡蛋糕的话 我觉得 大致上我大概可以知道 营业额就是在那边 你好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橘色部分的话 都是四颗一份 然后不能混搭 然后限定的话就是有三色 然后这一撇的话 跟这个是分开的口味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混搭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它就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一直出去 然后有时候户头我就会剩下五百块这样 然后就哇剩五百怎么办 然后就是很长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一个循环 因为你就是跑到一个底 然后浅踩慢慢慢慢回来这样子 谢谢久等了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这天下午 下去了庞头大游 影响着鸡蛋糕的生意 而牧子却习以为常的说 这也是日常摆摊的日常 我想或许这就是牧子的精神 造就他稳定往梦想迈进的路途 我的创作大部分都是 从生活中去取材 就比如说一开始我做很多猫咪 然后这些猫咪都是我平常没事 就是我就会去散步 然后去看一些街猫 虽然因为下雨客人减少了 而他的汤味旁也是他另一个舞台 然后一般的公仔他就是灌浆嘛 但是讨的话他不能是实心的 他必须是中空的 一开始我就会先揉纸球 揉一团纸球 然后做他的雏形 就他的内心 然后再把 我在捏土然后把它拍一拍 像披萨这样 然后一片一片的把它叠上去 然后叠上去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雏形 原本还是一整块的陶土 自然而然的在他手里 呈现了不一样的模样 手里形塑着作品轮廓的木子 眼神里是坚定也是自信 木子的陶艺是家法创作 如同他的家法人生一样 在决定目标之后 一步步前进 心境上的一种修行吧 因为他的成效是要时间酝酿的 整个过程最快差不多是一个月 然后一个月初遥之后 我们会去摆市集 这整个过程都是很不稳定的 这两年的功课 在他以生活为灵感为创作的陶艺中 看到他自由与快乐 在他以生活为灵感为创作的陶艺中 并享受着实现梦想的过程 而在有你的嘉义 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呢